在美国 苹果象征的是安定和富足 那同样苹果派则意味着是妈妈的味道 美国的每一个妈妈 几乎都是能够亲手来制作苹果派的 同样美国人也坚定地认为 苹果派由自己妈妈亲手制作的 这才是世上最好的美味 让烘焙流行起来 今天我们请到了妈妈们的偶像 烘焙大师曹继彤 曹老师 跟我们一起来好好地教教大家 怎么来做美国非常流行的苹果派 曹老师你好 大董你好 你知道吗 曹老师 现在你在我们这个女性观众当中 被誉为是全民偶像 你知道吗 真的是会做烘焙的男人太帅了 今天你也要教给广大的这个女性们 如何在家里做美国非常流行的 可以说代表着妈妈味道的苹果派 你说在美国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中意苹果派 苹果派好吃啊 还有呢就是它这个 因为是水果嘛 这个低脂肪 很健康很时尚 所以吃起来就感觉很好 这是一点 做苹果派的手法也非常多 非常容易 像加这个乌花果呀 加西梅呀 做成混合型的也比较多 在欧洲呢也有放汁 鸡蛋汁勾的 也有和奶酪混合的 所以这个苹果派呢 其实没有一个主流的东西 这个家庭的妈妈都应该会制作 都应该会制作 都应该会制作 对啊 在美国这么受欢迎 我觉得咱们现在在自己国家里 让妈妈们都学会这个做法 曹老师叫我们来做苹果派 制作甜面团的原料有 迪金面粉290克 香炒香精2克 黄油144克 砂糖80克 鸡蛋72克 首先苹果派它最关键的地方在呢 做苹果派呢 其实有几个步骤吧 做苹果派呢 首先我们要做一个面皮 把黄油呢 这个放软 从冰箱里拿出来放软 是的 一般来说我们都知道 这个烘焙是特别讲究 这个原料的刻数的标准化的 今天我们做的这个标准 是针对于几个人的 今天做的标准 针对于8个人的 8 是针对于5个人的 是针对于5个人的 这种标准的标准 有点几个人的 这种标准的标准 感谢观看 那您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操作步骤 大家在家里做的话 有哪些是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一定是这样 从上向下压 看一下这个手法 您再演示一下 从上翻下来压 对压下来 不要去揉面 切记不揉的 压一压就可以了 是 那假如说如果揉了的话 会出现什么样的不好的效果 揉的话就容易上筋 因为面筋它就粘连在一起 这个面就会变硬 吃起来比较 应该说比较梗 不太疏松 现在这个面团你看很粘 这个时候我们剩下的薄面就可以放进来 全部放进去吗 对 按比例走的话全部放进来 后期加这个其实就是为了清理方便 其实在家里做苹果派是最简单的 好操作一些 这个面团可以反复的使用 现在这个面团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它的标准是什么 它的标准你看基本成型 不要把它揉得很细腻 很粗糙 就看起来粗糙一些 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面呢 因为它温度比较高 它不能成型现在 不能做东西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面呢 要动一下 动一下黄油就有粘性了 拿保鲜膜 这个时候在家里可以找出来保鲜膜 然后把刚刚揉好了这个面团 转转一下的面团 动多久 至少要半个小时的 最少半个小时 对这样才好用 因为这么一块面不容易动透 是的 好现在去冻炸 面团已经放到了冰箱里去冷藏一下 大约30分钟时间 最少30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再准备一些什么内容 还有一个表面装饰料 制作表面材料的原料有 低筋面粉250克 热黄油150克 杏仁粉50克 砂糖100克 首先呢 咱们加热的是 黄油 黄油加进来 加热 调低一点 调低一点 这个时候是为什么呢 如果说温度太高会怎么样 温度太高会糊底的 会糊底 因为黄油是比较容易糊的 其余的三个材料呢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糖 杏仁粉 把面粉 把面粉放进来 先搅拌一下 这是做装饰的那一块 对 这是表面装饰料 然后把热的黄油浇进来 你看这样可以吗 上面已经开始有点微微的冒泡了 浇到里边 把刚刚沸腾的黄油浇进了刚才我们调制的这个粉当中 现在要然后搅拌 这样浇起来 热的油呢没有粘度 你看它就是颗粒 这个做法呢就像我们家庭做那个鸽顿汤啊 是一样的 它形成颗粒了 鸽顿汤 要这个效果 对 大豆你看现在这个感觉像不像鸽顿汤啊 很像 特别像 我们专业的说呢叫它酥粒 哦 你说现在是非常酥的感觉 酥松的酥 颗粒的粒 酥粒 酥粒 这个呢可以不用放保鲜柜里 哦 这个这样来 放在外边就可以了 没用 没用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做馅料了 制作苹果馅料的原料有 苹果丁1250克 肉桂粉2克 柠檬汁5克 狼酒5克 黄油20克 粉砂糖60克 蹄子80克 首先苹果派它最关键的地方在哪 做苹果派呢 其实有几个步骤吧 嗯 就说选一个苹果 我们要选用酸甜的苹果 这是最关键的啊 这样的话呢 一个是它不容易变色 嗯 另外呢 呃 它在后期呢 汁水比较多 我们需要讲的 这是最关键的食材 是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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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话浪费最少 明白 然后这个核不是要留着的 这是不能吃的 然后去这个把它去掉 这样的话这个然而是应该说是最少的 是一点点 所以说我们压住 切下去 一面切三刀 对 然后再这样立起来 翻过来立起来 然后一 二 就是切成三段 对 对 然后再切 这个颗粒就比较均匀 对 比较均匀 现在清理一下 好 那这个苹果现在要及时处理 还有柠檬 一会儿我们要用鲜柠檬 现在我们要炒苹果 哦 苹果粒现在就要开始炒制了 炒苹果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 对 我们先找一个大点的容器 嗯 锅去 对 首先要炒黄油和糖 嗯 嗯 我们把黄油放进来 嗯 把黄油放进来 加砂糖 嗯 这个砂糖的多少呢 要看苹果的甜度 可以先尝一尝 有的尽管甜你就少放 这两个材料呢可以一起炒 为什么要炒一下呢 这事也 为什么要炒一下呢 嗯 为什么呢 炒一下会形成一个新的味道 哦 融合一下 然后给它一个高温 不是 会有焦糖的味道 嗯 明白 因为苹果 它的香 单纯的就是一个果香 嗯 清一些 对 它的历史不够的啊 烘烤之后 苹果的香就没有了 所以说呢 这个 我们炒这个 焦糖呢 嗯 怪不得苹果派像刚才我说 为什么美国人特别喜欢 真的是首先一点好吃 这个 确实苹果派没有固定的配方 是 像我这个配方呢 就是 我一个奥地利朋友 嗯 他说是他 奶奶的配方 哦 祖传的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我不知道是奶奶 还是祖奶奶 他说奶奶的奶奶 长辈 是他长辈 是传下来的 嗯 这个没有一个国际标准 是啊 这个 这个苹果派呢 其实 也 啊 从我的经验当中的80年代是最流行的 嗯 当时呢 这个苹果派配上冰激凌吃 哦 最搭配 当时呢 我就学了一个法文叫 这个苹果派 就是这个很时尚的意思啊 很时尚的苹果派 看一下 现在 曹老师您在炒的时候 这个是越来越吸口的感觉 颜色在变深 对对 现在已经有点灼淡淡的咖啡色了 嗯 但是还差一点 还差一点 差一点 嗯 正好我们可以通过镜头让大家感受一下 应该说是颜色在变重啊 这个时候有一个特点 我们把苹果一下倒进去 哇哦 啊 不要去搅拌 哦 不搅拌 不要搅拌 因为搅拌呢 很容易糖形成泡团 哦 压一压就可以 压开 是糖还是垫在下面呢 对 啊 这样的话糖就很容易化开 嗯 哦 不能搅拌 如果说按照常规的理解的话 应该一下锅 都为了让它尽快的融合在一起 就会搅拌一下 其实这是错的方法 嗯 方老师有讲过 糖容易结块 就压就可以了 这样往下压就可以了 压一下 哎 这样的话糖就在外边 哦 在里边呢 散开就可以了 好的 你能看得见这糖在 嗯 没有形成大的颗粒 哦 它已经在前一末化的变化了 对 好 这样烤是得多长时间 这样按压的话 一吃这么压就可以 但是我们再看看糖的融化程度 嗯 哦 看 化开了吗 还没有 但苹果的熟苹果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对 然后现在可以搅拌了 现在可以搅拌了 现在可以搅拌了 这糖在底下平均的都渗透开了 对 就可以搅拌了 有人问这个问题 是不是要把苹果炒熟啊 嗯 其实炒熟也有道理 嗯 炒过的苹果呢 一个是水分均匀 嗯 另外呢就是 不容易变色 嗯 你的苹果派呢 你需要它有味道 在炒的时候呢 我们给味道 嗯 给味道 现在呢吸进了这个焦糖的味道 嗯 后边还有调料 对 看 这个时候已经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苹果里面有很多的苹果胶 嗯 炒完之后呢 它随着这个汁水呢 它就流出来 嗯 最后我们切开之后 它有一定的黏度 嗯 不容易塌陷 是 这个苹果还是很干的 你看 没有出多少汁水 嗯 嗯 我们现在呢 把肉桂 哎 肉桂粉放进去 肉桂粉 放进来 这个肉桂粉呢 不要太多啊 因为我认为中国人不太喜欢这个味道 嗯 少放一点 是 但是没有肉桂粉的苹果胖是不好吃的 嗯 闻到了 真的是 这个肉桂粉其实在我们平常中菜当中会用到 对 啊 煲汤或者说这个卤 把梯子干放进来 放进去 放进来 啊 再减小一点 再减小一点 因为苹果很干 没有水 就是不能喝水 那这个时候你要起 冰蒙汁 我们一定要放 哦 苹果它是 没有太多的味道 嗯 加上柠檬汁 味道可以提升很高 很多 而这样的话也可以增加一些柠檬的水分 水果的原汁在这边 最后要放这个酒 最后加了 对 那我现在可以关火 关火 关火 关火之后呢 放上郎姆酒 其实有很多甜点当中都会加一些郎姆酒这种酒类 它是为了起到有什么样的作用 调味的 调味的 因为酒的挥发性还是比较好 是 就会多一些酒香味 对 当然有各种做法 有些欧洲的朋友这里面可以放奶酪 还有花果 等等等等 加入酒就可以盛出了 现在看一下我们的炒好 炒好之后的苹果粒 对 对 诱人 色涩鲜艳 所以这个颜色能保持得住 准备好 那这个苹果呢 我们不需要等它温度降下来 就可以直接用 热的可以直接来用 对 就可以用 这个面冻了三十分钟了 我吃一下 硬邦邦的 哇 这个好像我们也没有冷冻 但是就很硬了 表面还能冻 保鲜也是冷冻 对 就是个小的效果 大家注意一下 三十多分钟 对 对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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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操作一定要注意 曹老师教的这些细节 接着擀面杖的劲 过去之后 我们把它往里边收 收进去 收进去 立到里面 压实 压到底压实 然后把多余的部分 给它裁掉 压掉 这样一个呸就做好了 是 真是 等一下 这还要再修一修 还要美化一下 捏一捏 捏实 把气排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就你个头小一点 就一看 把它撒到表面 有点像撒汁似的感觉 对 是不是 就那种范儿 这个方法 一个是比较疏松 好吃 另外 苹果排里边的水蒸气 很容易吹发出来 明白了 明白了 是 它稀松一些 对不对 对 好 苏力 也是填满的状态 对 这个其实 真的有点像 披萨的感觉 它的构造 其实有一点 异曲同工之妙 也是先是一个胚 上面加上馅料 最后撒上芝士 非常多 而这个呢 非常受欢迎的 苹果排 结构 跟这个 非常相似 接下来就是烘烤 烘烤的温度 要180度 最好 180度 上下火 对 上下180 有些烤箱的 没有上下火 你就定180度 就可以了 是 如果有上下火 也是上下火 多挑的180 统一的 可以 好 烤吃多长时间 至少30分钟 现在已经凉透了 可以脱模了 脱模 这个模具 非常好 方便 设计的非常科学 你看 自己就掉了 特别好 看着 但是这个铁皮 怎么弄掉呢 铁皮的话 往我们要借助一个 刀具 这样 出这隔离一下 其实它已经掉了 我们把它 推过去就可以了 太棒了 这么高品质的苹果派 真的是分享苹果派 感觉生活 就特别的快乐 电视机前的朋友 如果说您想跟我们一起 通过烘焙来了的节目 去了解更多的 烘焙方法的话 赶紧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我们的 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烘焙来了 您可以在其中 找到很多烘焙的乐趣 同时可以搜索到 各种各样 烘焙的食谱 祝您 烘焙一臂之力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 回顾一下 苹果派的制作步骤 首先 准备一个直径 22厘米的派模 然后 烤炉预热 温度设定在 上下火 180摄氏度 接下来 制作甜面团 第一步 将 144克黄油 80克砂糖 290克低筋面粉 混合均匀 第二步 加入鸡蛋 调拌均匀 把四周的面粉 向中间压 不断重复 第三步 当混合面成团后 放入冰箱中 冷却30分钟 接下来 制作表面酥粒 第一步 将50克杏仁粉 100克白砂糖 250克低筋面粉 混合均匀 第二步 用平底锅 将黄油煮开 第三步 将煮开的黄油 冲入混合均匀的面粉中 趁热搅拌均匀 接下来 制作苹果馅料 第一步 在凉水中 放入食用盐 将苹果 浸泡五分钟 第二步 苹果去皮后 切成0.8x0.8x0.8cm的方丁 第三步 用平底锅 融化黄油 放入砂糖 炒至焦糖 第四步 加入苹果丁 肉桂粉 蹄子干 柠檬汁 朗姆酒 搅拌均匀 最后 成型苹果派 第一步 将冰箱中的甜面团取出 适当揉一下 第二步 用擀面杖 碾开甜面团至5毫米后 压入派中 制成派底 第三步 在派模中 装入苹果馅 用力压实 第四步 将碎粒 撒在苹果馅料的表面 作为装饰 第五步 烤箱上下火180摄氏度 烤至30分钟 就可以享用 代表着妈妈味道的 苹果派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